恒大足校教练向鲁能道歉,之前误会了太着急队员吃不饱,日前,一位广州恒大足校教练称鲁能足校提供的伙食不达标,不过他现在对鲁能足校进行道歉,称之前是误会,正在进行的中国U19足协杯比赛的承办方是鲁能足校,有恒大足校等很多球队参赛。 日前,一位恒大足校教练在微博上,晒出几张鲁能足校食堂照片并写道,U19足协杯决赛阶段,承办方鲁能足球学校每天给我们中国足球的未来,正值青春年少,长身体的大小伙子们,职业足球运动员们吃这个,这个是每天160元参标的标准。 我见识不多,请大家来评论下,运动员吃这些营养补给营养够不够,不是多少钱的问题,关键队员根本吃不饱,队员吃不饱还要出去叫卖卖,随后,鲁能足校迅速做出回应。 一,首先欢迎大家监督,批评指正,但上来就骂的,还是先等等再骂不迟。 二,学校常年都会承办各项赛事,四月到十月更是接待比赛的高峰期,从来没有收到过类似投诉。 当然,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三,明天把所有食物从头到尾,录各项放微博一切都清楚了,不过肯定会有人怀疑我们时不时做了什么措施。 四,如果发现我们的饭菜比队伍交的伙食费做了克扣,赶紧向比赛监督和足协反应,这可是大事件。 五,足校联盟杯U10比赛正在学校进行,很高兴这个赛,是一直能开展下去,情绪需要大家一起努力。 六,不希望有漫漫,希望看到各方追求真相的执着。 鲁能官方也晒出了午餐的一些照片,提供的食物有水煮大虾,公寶鸡丁,木须肉,炸带鱼,西红柿炒鸡蛋,白菜炖豆腐等,也有很多苹果,酸奶,香蕉等, 此前抱怨饮食差的恒大足校教练随后进行了道歉,赛事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我取得联系,澄清了之前的误会,今天饭菜数量和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。 当时我取菜时,正巧食堂还未补菜,我心里着急队员吃不饱,就发了条微博,其实食堂的饭菜质量还是非常好的,我也没想到我的微博被过度解读了,我感到非常抱歉。 主办方对这次U19足协杯的比赛非常重视,不管是比赛的组织安排,还是球员的时速的照顾都非常得当,我非常感谢主办方,也请大家见谅,其实中国球迷应该都知道,鲁能足校算是中国足坛清训条件最好的之一,也为中国足球培养了大量的人才,鲁能俱乐部的年轻球员储备,也是中超俱乐部最好的质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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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